哈囉愛車房我們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希希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追蹤我的IG CCPLAY1211 我的臉書粉專CCCC 還有我的Youtube頻道CCCC 好的那今天呢 再次請到了阿翔小編 來教希希 如何去除車上木齊 來粗粗的鐵粉問題 以及清潔完後要如何保養車子 讓我們歡迎阿翔小編 嗨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阿翔 我們又見面了啊 那我們就開始教學囉 好那我先去哪家工具 好 哇你的洗車工具蠻多的耶 當然啊 我現在都會在愛車保姆的APP上面 購買一些產品來使用 我現在可是車狂了呢 好那我來考考你 我們洗車前要先做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上次有教 要先預洗軟化髒污 之後再正洗把髒污洗掉 喔不錯有做功課喔 好那我們開始吧 GO 好那我們已經把車洗完了 那再來就是除鐵粉喔 嗯那要怎麼做呢 當然是使用磨練手Pro啊 喔喔好神奇喔 那它是怎麼辦到的啊 來我來教你 你看它底下這塊紙圖墊 帶用專利的奈米複合膠製作 那獨家的原點結構設計 帶來足夠的切削力 可以將鐵粉代理烤漆表面 那不傷側漆 氣面也會更安全 就像女生需要去角質 那不然會使肌膚暗沉啊 那去完角質之後 就可以恢復如一額般光滑的肌膚 那這樣上妝才會更美麗 喔喔喔喔喔喔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們先將吃土鍵這面沖濕 然後再使用摩羯光澤潤滑劑 均勻的噴在烤漆上 那吃土這面也可以噴喔 喔喔喔 然後輕輕壓住氣面 用十字的方式去跑 就像這樣 上下左右啊 那我們在跑避免打圓 因為打圓很容易會刮傷 喔喔喔喔 那你在跑的過程中 一邊用手去感受 然後像這樣已經沒有刻意感 表示鐵本已經去除囉 欸真的耶 已經沒有出出的感覺了耶 欸換我試換我試 好不要急 那剩下交給你囉 不懂的話再問我 好好好 好 好了完成了 收工 欸稍等一下 這怎麼了 我們還有上蠟 還有塑膠飾板的保養啊 想偷懶被抓到 那上蠟會不會很麻煩很累啊 不會啦 等一下教你 喔真的嗎 好 使用磨蠟 然後再用剛剛你用的磨蠟手Pro 將它的直滷墊換成上蠟棉 然後像這樣 轉個兩下 就沾到蠟 而且它這個大小啊 剛好可以放進市面上 大部分的蠟罐喔 它延展性非常好 那我們就等到它有點乾燥白無化的時候 用指腹畫過 如果還很模糊的話 你還要再等它乾燥一下 如果你畫過去清晰可見 你可以就抄襲纖維布開始下辣囉 喔 欸聽起來感覺蠻輕鬆的耶 對 幸好 那剩下就交給你囉 好的 那最後剩下樹建飾板的保養囉 這個我會這個我會 我試給你看 首先呢先讓這個搖一搖 然後倒在我們的塑膠飾板專用的海綿上面 然後這樣子擦過去 嗯 嗯 嗯 然後再來呢 用我們的超細心微布 擦拭均勻過去就可以囉 哇 哇 不錯耶 看來平常真的有在保養車子喔 是不是 那你知道除了插在外面的樹建飾板之外呢 車內也可以使用喔 這麼厲害 車外 車內都可以用喔 嗯 那我們試試看 好 哇 這一罐真低厲害耶 當然啊 如果你有奇蹟色的話 最常看到的就是塑膠飾板白畫 那使用它也可以延緩它老化喔 哇 哇 這一罐我用兩個月了 效果還是在耶 我等一下再進去 多送幾萬給朋友好了 好好好 欸 阿翔 洗車這種好看的 怎麼沒有帶上我了 害我只能在旁邊偷偷看耶 那今天下班 我的車 嗯 交給你喔 好啦你們不要吵了啦 今天真的很謝謝你們兩位 做這麼詳細的解釋跟教學 那我覺得每次來都收穫滿滿 希望你們之後也可以繼續當我的愛車保姆 好 那希希下次洗車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來找我們喔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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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